為了要推動歸零觀光 約有多化地式景點 由在地青農所造成的歸農站 特別跟農委會追討保持協定單位來合作 要在月底基盤騎腳踏車萬遊燒路行的跨棚 現在在開放在補名當中 帶到他們腳踏車的方式 到區來各景點來驚訪 希望不只是吃到美食 僅是了解到在地人問風景 這點這樣對地本觀光又進行新一步的推動 為了要推動地圈的觀光 由在地青農所造成的歸農站 特別跟農委會追討保持協定單位來合作 即將要在31號來鋪板單車小旅行的活動 要利用T-bike來帶大家驚訪整人 希望可以體驗到最多在地的人問風景 希望你也可以到我們歸人高鐵站 然後來參與這樣的一個小旅行 騎著T-bike腳踏車 悠閒在台南市的鄉間小道上 可以讓你的一個疲憊的生活 獲得輕鬆的舒緩 我想這是最佳的一個旅遊方式 東港的小旅行混做了兩位提出來鋪板 安排了去來經驚討人 映定也是由到在地的文書工作者 許耿兆老師來帶領和解釋 相信對到參與民眾來說 會是一堆修繩麻麻的路程 把人叫軍人聖廟 整個人都叫姓林鄭 不像我們自己的祖先 去我們的空主動作 我們自己的祖先 我們經常去去看看 去祖先給我們鼓勵一下 所以我們都叫姓林鄭 所以這次的行程 這次行程 我們把它訂 也不只是這次 我覺得在推農耕文化的這件事情 情耕與毒 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可以不斷地把這個概念把它 展現出去 現在收入行為當 正在開放報名當中 希望用到優先的腳步 不僅是貧窮到在地美食 僅是了解到規林這個地方 當時也帶動騎公共自行車的風調 來向更好民 都在到警察好的發展 這次就叫姓林鄭才會放報的